好的 那咱们就讲反手高远界限 好吗 反手高远是比较难的 我的小白鼠们会打反手高远吗 谁的反手高远会更差一些 你们几个 什么叫反手高远球呢 咱们先把它定义一下 咱们因为你们要能定义到 我才能讲 我会做几种样子 你看看它像不像高远球 好不好 来 老陈拉发球 你们看一下 这个是反手高远球吗 咱们理解高远球 这么重啊 这90龙 就是咱们 适应找到天去了 好了 你先认为这个是高远球吗 是 不是 有人说不是 有人说是 你在现场看 你感觉不出来的 其实这个高度 来 大家一个正手 我看吧 刚才高远也有这么高的 这不是平高 平高是这样 你看它人在哪 这是平高 你说的那个叫超级高远 那都打到防顶了 马上 反手 反手它不会打成这样的 好了 来看一看 这叫不叫反手高远 这叫不叫反手高远 弹幕 叫 好 是 好 那这个要是反手高远的话 也就是说我可以这么叫了 如果要是再看一种呢 这种是不是反手高远 你发远点 这种是不是反手高远呢 是 那 更是了 有人弹幕说 那 现在 究竟刚才那种是 还是这种是 咱们要只能选一个的话 咱们觉得一是二还是二是 左后边做的这个就二 更是 那我们换一个理解 我们换一个 我绝对没有浪费时间 我们换一个理解 这个 叫不叫高远球 来 这个叫不叫高远球 二更帅 咱先不考虑哪个 帅 咱们得先闹清楚 我们学 只能学一个方式不一样 你得告诉我 你怎么定义的 你看 叫不叫 叫不是 抽球吧 不叫 是吧 那咱们再看二 它是不是高远球 这俩动作有什么不一样的吗 那太不一样了 等会我就告诉你哪 哪不一样 好了 这个是不是高远球 是不是高远动作 击球点不一样 就现在这个是不是高远球了呢 大家统一 是 好了 我来给大家揭秘一下 为什么我要这么做 就是咱们看反手的这个高远 和正手的高远 咱们都经历了两个动作 第一个 咱们都是有争议的 就是不知道是不是 第二个咱们都认为肯定是 对不对 那也就是说 二 这两个动作里的二 都是 我们肯定 是不会错的 是要学的 好了 那究竟这两个动作有什么区别呢 我现在想告诉大家的是 现在我的这个发力 虽然它好像能打出来一个高远球的效果 但是 由于我的肘是横着挥的 肘是横着引的 整个挥拍轨迹也是横着挥的 它的定位是什么 是抽 点那么高 那就是高抽 为什么 因为高远和沙球这种是什么 能拿到高点 球拍是由上至下挥的 由后向前 由上至下 胳膊呢 是向前 由上到下 它是一个竖着下来的 而刚才的这个呢 是横着的 它顶走的方式就不一样 一个是横着顶 一个是往上顶 往下甩 你说它能一样吗 刚才的反手 咱们回来刚才的反手 第一种 是横向引的肘 机球点在我的侧面 这个可以叫什么 叫抽 从动作上看 它就是抽 因为肘是横着出的 而为什么第二个肯定是呢 因为第二个 我是往上顶着肘 这球拍 是不是 由前向后 由下到上 它是不是直的 明白吗 所以说咱们要优先的定义 你看 咱们再看一遍这个反手回来 你看这个再怎么样 我慢点做 你看这个动作 我慢点做 你再怎么看 这胳膊是横着回出来 我能抽的高 可以叫 它是不是反手发力 是反手发力 但是它是向 哪里顶肘的 我是顶多叫个抬肘 然后整个手臂是横着回的 对 这是抽 那刚才 最后第二种是什么呢 我慢点做 看没有 我是 向上去挥的 慢点 我先慢点 对吧 我把动作加快 那所以说 我们是学一还是二 我不可能 我不可能能短时间内讲两个呀 对吧 所以我的意思 让大家看看 如果你说 学一就可以 一简单 我们就讲一 人家俩 我们就学二吧 二看着肯定是二难 懂吗 要学二 好了 高 咱们从实战性上来讲呢 从实战性上来讲 第一种 横着回胳膊的 我可以让我的肌肉点在这里 它是在我们侧身里 打完之后 整个手臂做的是这个外旋 二是什么 二是可以在这挤 它可以确实的来到我的身前 来 看一下是不是这个样子 是不是我可以更被动 我按一的动作来做 咱们把这想象成边线 我按一的动作来做 如果我比较被动 刘教你没好好打 咋好好打 怎么好好打 咱们看二 它球 它球可以在我的前面 大哥发生是比较低 这太被动了 是不是 它是不是可以出现在我的前面 啊 二可以凑合 二可以更被动好吗 一是打不了被动球的 因为你是横着引胳膊的 它是只能这个击球 咱们就说击个击球点啊 它现在是在我们侧面 二更难 对肯定是二更难 因为第一个 第一种反手这个动作 它更接近于抽 咱们抽 咱们抽都会 它比较临近 其实我想把这个区分开呢 是告诉大家 网上因为有两种 最多的反手教学 大家已经快学懵了 啊 这个教练让我顶斜篮 然后把球 找在右脚这个位置 然后顶走 然后这个球拍 击球 然后外旋 整个人转过来 对吧 我也有很多朋友 在这么教啊 首先它是错的吗 不是错的 这个位置就是在侧面 那对口的 就是斜冷的位置 明白吗 它对口的 就是这个位置 来 它对口的 就是这个位置 那第二个 因为点 来到了我们的身前 你想想 你在身前这个位置的时候 你拍面还能转正吗 这叫转正 我现在只是转到这 不够吧 是不是借外去了 那我就得把球拍 给转过来 当握拍一变 你击球点一变 它会带着你的动作就变 所以就会有了 持指拇指 捏两个窄边的握拍 那么这个 这个时候呢 我们是往上顶肘 向上发力 用动作的末端击球 击完球之后是停住 那么这样的动作呢 是打一个身后点 就更被动的位置 大家首先 区分开没有 就是这个球当能 到这个位置的时候 是顶在斜冷打的 当这个球 在这儿的时候 这样的身位的时候 这是我要捏在两个窄边打的 好了 那么 区分开了 对不对 好了 你就不要再跑到别人说 你们教练 每一个教练教的方法都不一样 教的都不是一种 一个侧身位的 一个更被动位的 对吧 我为什么刚开始定义一下呀 我就想告诉大家 如果你们 认为这样就是高远 那我可以教他 如果你要说的高远 必须是 咱们从动作上来 来搞定他 他就得是高远 那肯定是球拍得是竖着的 跟球的方向得是一致的 才叫高远 你比如刚才 咱们说这个就不叫高远 那他跟反手这个位置的 发力方式是一样的呀 你认为只有正手 这样叫高远 那说明反手 只有这个才叫高远 能明白吗 因为他们的顶走方向 跟球的飞行都是直的 他们都是向上向前去发力 而这两个侧身 稍微侧身位横着出的 他的胳膊都是横着甩的 而球是往高飞的 能懂我的意思吗 好了 那我现在就要开始教学了 咱们就 咱们就教这个 难一点的吧 好吧 首先第一点 食指拇指捏在两个窄边上 其实首先咱们还有很多朋友 他握拍握得很奇怪 我现在要讲一个干活 就是你们知道什么叫 握在窄边 你说 我现在握在窄边了 我做一个示范 你看刘教练 你握在窄边打球的时候 是这个感觉 你看我都可以学会 我学的很不错 我不错 OK 现在呢 你也握在窄边 你看我也握在窄边 我现在是不是握在窄边 跟刚才我握的有什么区别 没区别 都不都是窄边 好没区别 OK 来 呦 这刘教练教的绝对不行 这窄边呢 是人打的球吗 算了我试试高远吧 这不是窄边吗 你要分清楚 你是直拇指 还是斜拇指 什么意思 如果你的大拇指 可以直直的 顶在这个窄边上 咱们把它叫做顶 现在你看到没有 我大拇指的这个位置 和我球拍的位置 完全是叠在一起的 而刚才第二种那种斜拇指呢 你看 不是掌心的问题 我握住了 我握住了现在 你斜拇指的这个握在窄边 是侧靠状态的 就相当于我直拇指握在了这 能看明白吗 也就是说 如果你是喜欢斜拇指的 你不用刻意去改 你就把它握在这就可以了 好了 那这是一个握牌 现在是大拇指侧靠在斜棱上 那他俩将是一个级别的握牌 因为球拍在手里的角度 是一样的 因为这个握牌 我告诉你 就能难倒一帮人 顶在斜棱和侧靠在斜棱 有什么区别 区别大了 球拍在我手里转了 看到没有 这是顶在斜棱 这是侧靠在斜棱 大哥 球拍在我手里已经转过 这个是正正的顶在这个窄边上 这个呢 是侧靠在斜棱上 球拍在我手里转过 没有转过 说明他俩压根就是什么 就是一个握牌 好了 我侧靠在斜棱上 我试一试 跟刚才的动作感觉一不一样 肯定是一样的呀 那很多人他就不明白 那他每次都是听这个教练说 握在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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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顶在哪 他都没有分清楚正顶和侧靠的区别 这是我在教学中发现 咱们这么理解 正顶和侧靠是有一个递进关系的 正顶你就要握在斜边 侧靠你就侧靠在斜棱上 他俩就是一个握牌 你别握错了 如果你是侧靠状态下握在了斋边 兄弟们 你就相当于正顶的人握在了这 你看 这球拍是没有在手里变过的 你顶到这 你想想 你这是什么反手啊 你凭啥不消多打多呀 一讲话来还是跟教练们选 也就是说 你并没有把握牌这个细节给弄好 能不能听明白 好了 现在握牌听懂的扣博一 我准备让小白鼠上来开始扣动作了 好了 那也就是现在我们清楚了 也就是说 你可以是正顶在窄边上的 你也可以是侧靠在斜棱的 你不需要为了我而改变 我只要这个 球拍在手里的这个角度 你比如说你问我 刘教练 我是这样杀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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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种杀球 请问有什么区别 能有啥区别啊 你只要球拍在手里不乱转 它就一点区别都没有 你本来就是 你说啊 我这食指 食指尖还勾着球拍发力呢 你发啥力啊 你现在是食指的第一指节做支撑 你扣住也好 还是张出来一点也好 张出来一点也好 它都是第一指节去发力 没有任何区别 明白吗 这就是什么 你握法和角度都一样 你就非在意那食指 有没有勾着它 干啥呀 放松点不好 明白吗 没关系了吗 我握法和角度都一样